广东 20世纪80年代至今 广东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森林覆盖率由30% 提升到58.7% 森林面积从6900万亩 增加到1.58亿亩 现有古树名牧超8万株 古树群超900个 这亩绿意 在生态修复工作的推动下 愈发生机勃勃 广东的高等野生植物中 超一半的种类 藏生于南岭之中 这里生长着广东省 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 一望无际的苍翠中 一株株树林超百年的 华南五真松 苍净挺拔地屹立在 层栏叠杖间 小黄山风景区 保留了世界上最大片的 广东松原始森林 约12公顷 华南五真松 因其叶五真为一树得名 又称广东松 是中国特有树种 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冬季 它分泌出一种白色防寒物质 呈现出独特的粉蓝色 保护华南五真松 首先要从它关系密切的邻居 马尾松入手 华南五真松与马尾松 分布范围存在重叠 2019年11月份 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管理部门 首次发现四株感染松材献虫病 而死的马尾松 这敲响了管理部门 和相关专家的警钟 松材献虫病 它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生物 外来入侵生物 它如果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它一旦要形成一个稳定的种植物 并且能形成一个 很容易扩散的程度以后 我们想再花大气力去控制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难 我们那个马尾松和广东松 它是有重叠分布的地方 只不过是现在发生腺虫病的这个区域 还没有达到广东松的分布那个海拔 松材腺虫病会导致松树枯死 有森林癌症之称 保护华南五真松的关键 在于把松材腺虫病扼杀在摇篮里 2020至2021年间 陈留生带领研究团队 数次走遍整个南陵保护区 88万亩的山地 排查出14颗被松材腺虫病感染的树木 使用药剂和幼补剂 补杀松材腺虫的传播媒介 松莫添牛 阻止松材腺虫病的进一步扩散 松材腺虫体长不到一毫米 肉眼不可见 小小的松材腺虫想在树与树之间传播 全靠松莫添牛 松莫添牛它的幼虫 也是生活在树干里面的 松莫添牛它化涌的时候 树里面的腺虫 就会钻到即将化涌的 天牛的气口里面去 然后等天牛一雨化 它从一个有病的树上 飞到健康的树上去取食 然后献虫就从天牛的气口里 再跑到健康的树里面去 进一步地去危害 去繁殖 郭郭的弱虫 它不吃松树 那么到2022年以后 我们在普查以后就发现 没有发现到有枯死的松树 对一些疑似的树叶发黄的 我们也进行了取量 没有分离到松材腺虫病 目前来说形势还比较可观 未来三年 研究团队将继续推进 对南岭的松树 进行监测和防治工作 确保没有处于松材腺虫病 潜伏器的松树 持续守护南岭这片绿椅 穿过山林 抵达南岭东段的盆地 一种珍稀的广东特有树种的保护故事 在这延续 深厚的红色沙粒盐 在此沉积 经千万年的风化玻璃及流水侵蚀 形成色如沃丹 灿若名霞的丹霞地貌 坡度超六十度的崖壁之上 生长着以地貌命名的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丹霞梧桐 每逢它五月前后的花期 朵朵嫩紫色的花朵 形成营绕在山间的紫色烟霞 自1987年被发现以来 它曾被认为是丹霞山的特有种 直到2014年 南雄市青帐山自然保护区 林业技术人员钟平生 在南雄全安苍石寨 发现丹霞梧桐 这一重大发现 改写了丹霞梧桐的分布图谱 这边发现了就是一个新的分布点了 数量也不少 因为我们这边丹霞地貌 有一两万亩 所以直接就建立了一个 县级的保护区 广东省南雄市丹霞梧桐 县级之间保护区 目的就是保护这个丹霞梧桐的 它本身跟它的原生境 虽然丹霞梧桐根系发达 仅峭壁上或石缝间贫瘠的土壤 也能供养它长得枝繁叶貌 但其种群数量少 生境狭窄 要保护好它 首先要做好基础性研究 以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7月至11月 丹霞梧桐的种子渐次成熟 经过这两三年的研究 导致丹霞梧桐的病危的一些原因 第一个就是动物的影响 丹霞梧桐种子很多东西喜欢吃 第二个它的种子属于丹性种子 它的天然发芽率比较低 在广东最为炎热的这几个月份里 钟平生每月上山两次 做种子语调查 他选定了九颗样树 在样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每隔三米六米九米 都按这一个往东 收集丹霞梧桐的种子 这已经今年钓的这颗 这个种子语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要连续做三年 种子语调查最主要就是解释 它的繁殖跟扩散能力 除了就地保护 不少科研团队也在探寻 利用种子高效育苗的方式 十年来韶关学院的罗小颖老师 从事丹霞梧桐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他将研究重点 放在丹霞梧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 探寻丹霞梧桐的造灵滤化等利用方式 丹霞梧桐肿壳坚硬 存在物理休眠现象 这在野外能使丹霞梧桐 错峰萌芽 却不利于研究和生产利用 就要想办法去打破它这个物理休眠 让它能够统一很快速很整齐的蒙发 80度的热水泡 然后让它自然冷却到室温 然后24小时就可以过种 2022年3月 罗小颖老师将一百多株丹霞梧桐的幼苗 移植到乳园的石墨化地区造林 面积达50亩 新环境下 他们尝试喜人 它很耐高温 很耐干旱 很耐贫瘠 这三个优点 都非常适合在石墨化地区去种植 我想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候选物种 来治理这个我们广东的石墨化的一个情况 近年来 在清远市多处石灰岩地貌上 发现丹霞梧桐的踪迹 改写了丹霞梧桐仅分布于丹霞地貌特殊生境的认知 这种植物似乎对恶劣的原生环境 情有独钟 独具风骨 有的植物并不那么幸运 当它们种群数量极低 或者原有生存环境被破坏 甚至不复存在时 就要依靠千帝保护 华南国家植物园 滨威保护千帝植物的诺亚方舟 目前千帝保护了643种珍稀滨威植物 33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猪血木 就是在这儿重新开枝散叶 这只植物墨是华南植物园营植 这一排可能千帝保护最大的一个植物墨了 因为它植物墨是长得比较慢的 将近30年左右最后的树叶长大了 目前大概的高度大概有30米左右 十几年前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军 在阳春进行野外调查时 开始关注到猪血木这一物种 猪血木属国家重点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宾微植物 木质结构细致 不劣不挠 是理想的建筑用材和家具用材 它存在繁殖障碍 发芽率低 承描率低 与此同时 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 双重压力下 野生猪血木岌岌可危 据史料记载 猪血木分布于广东省阳春县八甲镇 以及广西平南县八马县 但近十年来的实地调查表明 广西两个分布区的猪血木 已经完全野外灭绝 仅广东省内有猪血木野生植株 现在通过的野外 其实当时有一些小苗长大一点了 通过一个切地的调查 大概就是目前发现 大概在野外有的90多株左右 为了帮助猪血木繁殖 增加猪血木的结实率 曾宋君反而要给猪血木制造点麻烦 研究员们会给猪血木进行环包测条 即给测枝包去一圈树皮 让猪血木在运输营养成分时 变得不那么通畅 其实是使它产生一个逆境 逆境之下它就会有生殖现象 它就会开发结果为更多 就产生更多的种子 能够拿云的这个播种 这几株猪血木经过环包测条 已经长出了零星花苞 等到九月末 它们会开出直径五到六毫米的白色小花 悄然孕育出下一代 当人们想利用猪血木这一树形优美 木质坚硬的高经济价值苗木造林时 研究员们也会改变播种育苗这一策略 采用另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 克隆 成年优良猪系的一条又嫩枝条 经过组织培养 一年内可以长出上万株幼苗 主学木的组织培养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还是做了好多年的实验 通过这个十多年来做的话 现在目前就是能够当工生产了 它到生根还是可能困难的 另外就是它增值比较慢 这两个主要的原因 培养基的不同的物质 它的生长会有影响的 培养条件 就是培养温度光着这些的改变 包括培养基成分那些 培养成分的改变 就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它比增值比较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放射下去 可能一个芽 一年之内可以放射到几万 几十万都可以的 每棵幼苗都将成长为一棵独立的树 未来 这些组培苗将被应用在 道路绿化 公园绿化等 成功我们繁殖出来的这个 培养苗也有三万株 我们组培的话也有三万株 也做出了十五万株苗出来了 比起组培苗 播种苗更能保存 猪血木的遗传信息多样性 华南植物园会将播种苗 移植回猪血木的原分布地 阳春 让它们在故乡 重新壮大种群 播种苗大概占两三百株 左右 一亩第一包 五十到六十株左右 大概是几千株 在科研人员数十载的精心呵护下 这些静默无颜的植物邻居 得以重振旗鼓 随着四季流转 他们向阳伸展枝叶 开花结果 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 和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居民相互依存 四季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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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